那时候张厂来了 长安的强盗们也知道 张厂要治理长安 他们也知道 要治理长安先打黑 他们也知道 但是张厂下不及要怎么走 他们就不知道了 但是他们就发现 长安这些个盗匪团伙的头目 都被张厂找去探话去了 但是张厂只是骂了他们几句 就放回去了 长安那帮的盗匪们 如果以为张厂只是找他们谈话 就此糊弄过去 那就大错特错了 事实上张厂只是暂时的稳住他们 好心还在后头呢 有一天呢 张厂又找了一强盗来谈话 和别人不一样 这个强盗呢 号称长安大哥大 所谓擒贼先擒王 张厂决定先拿他来开刀 说是谈话呢 实际是审问 开始啊双方还比较客气 谈着谈着呢 突然之间张厂拍着桌子就开始喊 你别给老子扯皮啊 你到底干了多少坏事 你今天必须一交代 张厂猛这么一声喝 强盗一下念了 这事张厂都缓了缓气 说我呀 致人的这个政策呢 向来都是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你要是把这事实给交代清楚了 将功抵罪 以前做过的 咱们可以一笔勾销 结果呢 这刀罪头目啊 就同意认罪了 但是他提出一小小的要求来 就是呢 让他去政府部门啊 当一个小官 这熟悉强盗 发展简史的人都知道 这招叫什么来着 专业术语 这玩意叫漂白 俗话说他呢 叫换马甲 见过身手要官的人 多了去了 然而罪孽深宗的强盗 还能向陪审员要官党 这在汉朝历史上 还是头一回 这还不算奇怪 更奇怪的是 张厂居然就同意了 果然不久 张厂封了那个强盗 头目一些官职 接着呢 强盗头目举行大宴 将长安大大小小盗贼 全部请来喝酒 庆祝老大升级成功 庆祝酒会开得很成功 众强盗九族藩宝一一辞别 当他们走出宴会大门的时候 当时就杀了 为什么呀 他们发现张厂大人 竟晚在门口啊 等候他们多时啊 张厂一改往日 客气的脸容 出了一个抓一个 出了两个抓一双 一天之内不费吹灰之力 抓了好几百号 这些强盗们 这才醒悟过来 原来老大得官是假 开庆祝大会也是假 老大跟张厂大人合手 要将他们一网打尽 这才是他们真正目的 高啊 实在是高 张厂一举拿下 长安数百号到费 从此就在天子脚下 站稳了脚跟 这一扎 转眼八年就过去了 那八年 汉朝就犹如一个大戏台啊 有人还没唱八 就被赶下台去 接着之间被赶下台 又挥舞着长剑冲回舞台 将别人轰下台去聊 怎一个乱子聊得呀 你回过头来看 张厂在那八年里边 整个就一看戏的 看着看着呢 他突然发现说 有一特爱抢镜的人 实在是忒无聊了 于是乎呢 他决定朝台上喉两句 就算不能轰得下台 整正他也是可以的吧 在张厂眼里 天下最无聊的人 就是黄霸 黄霸和张厂 紧就治世的功力来说 谁最厉害还真难说 八重之间 是吧 不能准确评价两个人 主要是因为呢 他们的从政风格 是不一样的 黄霸呢 是搞民生教育的 汉朝天下第一 是吧 张厂出手打黑 就技术含量来看 就算赵广汉活着 他还是能拿第一 两个都是第一 这怎么比呀 也学人说了 黄霸在长安待不下 张厂却在长安待下了 张厂略胜一筹 你话不能这么说 张厂是在 这个长安站稳了脚跟的 可是黄霸在影川郡苦练 八年神功重返长安 先当太子太父 再当玉莎夫 最后升到丞相 那如果说张厂厉害 为什么升官速度 他就不如黄霸快呢 的确也是啊 张厂做官打黑 那是没得说 可是升官速度 说实在的 有点推蜗牛了啊 有的时候咱们也可以这么说 老驴拉抹 是吧 原地团团转 很多年前呢 张厂在长安的时候 有一帮好朋友 他们分别是 肖旺之 杨运 还有这个余定国 这三个人当中 余定国还没出场呢 不过烧扰等等 他就出场了 张厂和这三个好朋友 早年同在一条起跑线上 可是很多年以后 肖旺之和余定国 都当然成像了 杨运至少也是 中央一部长了 可是张厂混了一辈子 都没挤进中央去 也就是地方首长 享受中央部长级别待遇而已 你要是工作能力嘛 大伙都看得眼里 为什么张厂升官速度 就是赶不上的朋友们呢 也整不过那黄霸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啊 你要问张厂 他还真没法回答你 你最好去问一个人 看病实的答案 那个人当然就是刘兵乙 当然了 刘兵乙是个皇上 张厂一直被卡住 升不上去 主要有两大问题 首先 他爱管领导闲事 曾记否当年刘兵乙 要联合张安氏 搞掉霍光家族势力 张厂却从遥远的山阳郡 传书一封说 不能那么乱搞 一搞 汉朝就乱了套 最好的办法 就让张安氏和霍光 儿子霍鱼等人 都辞官休息 那样与人与己 都是一件好事 张厂的想法呢 是避免流血冲突 道理通 可是刘兵乙还是不采纳 还拒绝了张厂的照念请求 皇帝大事不放过 皇后贤事也不放过 刘兵乙的王皇后没别的爱好 就爱出门溜达溜达打个链 张厂看不过去了 逮了一机会 递上一奏书 银骨通筋 讲了一大堆道理 最后总结出皇后游猎的几大弊病 搞得皇后不好意思 从此再也不出宫门了 其次呢 张厂啊 特没有官威 在汉朝要想升官 先机官德 再行官威 这是做官之道 张厂官德迫生 就是不太讲究公义 在他身上发生了两件事 成了汉朝所有公园的反面教材了 第一件事啊 就是张厂霸潮经过张台阶的时候 故意让御史在后边赶马 他就在马上屏风拍马 然后猥琐的到处张望 他张望什么呀 第二件事呢 就是传说张厂在家呀 特爱给自己的媳妇画眉毛 而才画得相当不错 于是一传十十传百事 传到宫里了 搞得宫里有关部门认为张厂太不像话了 于是上书就弹劾他 政治娱乐化 在两千年前的汉朝 还远远没有这朝前的意识 刘云也认为张厂行为的确有问题 必须找他谈谈 于是呢 就把他这个张厂照来训话 没想到张厂不但不引以为耻 还理直气壮 我替我老婆画眉毛 那是归中乐事 关外边的人什么事啊 如果说这行为不好 天下比这烂的事 弄得去 凭什么要把他画眉毛来说事 刘云也也被博得无话 可是人家自己在家里做的事情 你怎么知道连刘云也认得两口子啊 人和法人爱怎么着怎么着 你管着了吗 爱一个愿哪一个愿啊 哎呀没办法 放回去吧 就顺了他了 就给他放过去了 刘云也之所以还能忍张厂 主要是因为张厂是个干实事的料 不过呢作为惩罚 只能让他待在地方禁止 要真把他调中央起来 那汉朝威仪天下的光辉形象 那还要不要脸 对待工作总是以夏天般的热情投入 对待黑社会总是以冬天般的寒冷言打 对待领导总是以秋风搅大胡的态度 总想起点波澜才罢休 对待老婆则是春天般的温暖 思思入怀哀 好一个风情万种的男人 这就是真实的张厂 那既然咱们话说回来了啊 皇帝和皇后的闲事张厂都敢管 凭什么就不能管皇霸的 皇霸当时已经当丞相了 但是在张厂看来 这皇霸当丞相之后 正事没整出什么来 偏偏整一些无聊的事 那无聊的事就是动不动上奏 什么地方发现了多少凤凰和神区 政绩呢是搞实干干出来的 把实吹牛吹出来的 这个道理难道皇霸不懂吗 以前都讲过了嘛 把实皇霸不懂 只是人家日子也难过嘛 政绩搞不出来 总不能让他吹点 不能不让他吹点牛吧 对不对 不然对皇帝怎么交代 让他当个丞相 什么也干出来 然而皇霸并不知道 张厂已经着手啊 要折腾他了 张厂当然想动皇霸呢 除了看不惯以外 还有一不可告人的秘密 这个秘密呢 就跟肖旺之有关 肖旺之是张厂好朋友 刘病也热捧皇霸 冷职肖旺之 让人家陪太子读书去 你说人能好受了吗 肖旺之不好受 张厂当然也不好受 所以如果修理皇霸成功 把锦卫攻势 连私院也一起算了 这一说张厂修理皇霸 可能有人就要想了 张厂究竟搞什么阴谋啊 千万别把口水喷错人了 别忘了张厂是什么人 一个连皇帝黑社会 和绯闻都不怕的人 还有他不敢做 不敢当的事情吗 说张厂搞阴谋 那是一小人之心 夺君子之福了 那是永远不知太山 在门缝里看人 半人看别的 君不知在张厂的人生哲学里 没有阴谋 只有杨某 他要做的事 都是经得住阳光考验 张厂行动了 他爱上养鸟 张厂养的鸟啊 也不是金丝雀 也不是小黄梨 朋友说了 那你说了半天 他养的什么鸟 不是金丝雀 不是小黄梨 他养的是和雀 这个和雀呢 出产于腔中 长安很少见 张厂不是各家鸟 笼子里养一只两只啊 而是一群 不是圈在笼子里养 而是放在地上养 哎 很快的 你就明白张厂为什么 要把这稀有的和雀 不卷着养了 和雀呢 是长翅膀的 因为他们放地上养 他们会跳到树上 跳到树上 会跳到屋顶 跳到屋顶 还会飞别人家去 更有可能还被人抓住 一去不回 但是张厂没有丝毫担忧 天要下雨 尿羊飞走 那就随他去吧 有一天呢 张厂的和雀全都不见了 有人就告诉张厂 说你们家的和雀 出现在丞相府的屋顶上了 张厂一听乐了 如果没猜错的话 有人就要中计了 果不其然 真有人中计了 中计的人就是丞相黄霸 首先啊 落在丞相府上的和雀 引起了别人的注意 于是急告黄霸 接着黄霸 带人来看 瞧了半天 指点黄霸惊呼一声 哎呀呀 不好啊 那不是神区吗 黄霸连忙上书 告诉刘冰 皇上啊 成了相府 飞了一群神区 那是地地道道的祥瑞呀 这长安呢 有祥瑞 刘冰宜当然是高兴 但是黄霸没高兴两天 刘冰宜收了一封奏书 奏书很长啊 因故论惊 当然是张厂的风格了 刘冰宜啊 看完奏书 马上把黄霸召来 黄霸一看 当场就傻了 这个张厂啊 在书里是这么说的 说飞到丞相府上的 不是什么神鹊 而是他府上养的和鹊 都是鹊 可疑似之差 扭之千里啊 接着 指点张厂在邹书里 切体发挥 痛骂黄霸 张厂不像街道夫人啊 张口吐脏字 说你这个什么玩意儿 怎么怎么着 不得好死 他是文化人 骂得相当委婉 也很痛快 大体呢 他这个骂的意思是这样 骂的意思是这样 答题是这样的啊 几乎全长岸的人 都知道我在养和鹊 没想到和鹊 不小心落丞相府上去 黄丞相却把他当成了神鹊 向皇上邀功 不该啊 在这里我得生命啊 我不是要跟黄丞相抬杠 我只是想借此事 引起皇上及诸位高官注意 所谓政绩 是脚踏实地地干出来的 本是靠抓几只凤凰和神鹊 垂出来的 身为丞相 要知道什么是主要 什么是次要 所以祥瑞之风 不可掌 藏此以往 那后果很严重啊 哎呀 黄霸这凹走啊 好不容易攀了几只神鹊 以为可以借他们吹吹牛 改善一下丞相的形象 没想到啊 没想到 这么一帮烂七八糟的东西 竟然是假的 还让人给摆了一刀 这什么事道啊 这黄霸看着看着 脸上的就跟有团火 跟着烧似的啊 哎呀 连撞墙的心都有了 这还不算什么 如果他提前知道 刘病仪将怎么处理这事 他当时恐怕连钻地洞 死在地底下的心都有了 这个事刘病仪怎么处理的 刘病仪认为啊 黄霸的笑话 闹得大不把重要 重要的是人家张厂 说得太在理了 如果天下人都学黄霸 随便逮几个鸟过来 就忽悠我 说我那是天将祥瑞 那以后咱们那会儿 忙着抓鸟去得了 工作还要不要做了呢 于是刘病仪把张厂的奏书 交给宫廷有关部门 命令他们 只要地方太守 到厂班接受考察 先把张厂接黄霸 老底的奏书念一遍 以此为警示 这叫什么呀 哑巴吃黄脸 有苦说不出啊 一张老脸 辛辛苦苦几十年 一照回到解放前 哎呀 这个郁闷啊 黄霸这好日子 似乎就走到头了 张厂呢 事实上他也没好到哪儿去 已经有人在前面 给他挖着大大的坑 挡着张厂往里掉 自从黄霸被张厂点了哑穴以后 他的政治生涯啊 从此一塌糊涂 一却不真 在长安 没有政绩 没有祥瑞 那是很难混出头的 于是一种从未有过的 深刻的迷茫感 充斥着黄霸受伤的心 如果说人生就像下棋 一招不慎满盘结束 两招不慎 那干脆等着死翘翘算 黄霸咱们也没想到 被孕的他一不小心 又使了一记浑招 差点就让他没了 自从黄霸被张厂点了哑穴以后啊 他这政治生涯就一塌糊涂了 一却不真了 在长安 没有政绩 没有祥瑞 他就混不出来 于是呢 一种从未有过的深刻的迷茫感 就充斥着黄霸受伤的内心 如果说人生向下棋 一招不慎满盘结束 两招不慎 那就等于是死翘翘了 黄霸咱们也没想到 被孕的他一不小心 又使了一记浑招 差点让他连命都没有了 这个事啊 说小很小 说大很大 说小 其实是什么呢 就是黄霸呀 向上边推荐了个人 这个人呢 是洛灵侯史高 皇帝刘兵以的表书 喂 史高连侯都 封上了 黄霸还想干嘛呀 黄霸也不想干嘛 他就是想把史高推的更高一点 拉个人情 以后呢 互相照应着 于是黄霸给刘兵一打一报告 隆重推荐史高当太尉 那太尉是国防部长啊 拿兵权吧 哎 这有些朋友呢 可能就听出来了 咱们呢 好久没说太尉这个事了 是不是 很久没出现了 是谁当太尉的 很久没出现这事了 这官职 他被取消了 哎 他怎么就被取消了呢 源于一个人 那个人呢 就是外妻田坟 田坟死了以后啊 刘彻才知道 他曾经是个造反户 气得只想骂娘 于是乎呢 就把太尉这个职位给撤 另创了一个叫什么呀 打丝马的军职 黄霸的这个报告打上去以后呢 刘彬宇动作也是很快的 立即召黄霸进攻 当黄霸祥扬的跑到他面前的事之间 刘彬宇也黑着脸 呼的吼出一声 黄丞相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那一刻 黄霸 一下子傻了 他还没回过神来呢 刘彬宇劈的啪啦刘彬宝 你是汉朝丞相啊 可你知道丞相是干嘛的吗 管教育 管监狱 管地方 那是你的职责 我的职责就是管好丞相 管好大司马 你凭什么越权来给我推荐太尉 你来越权管我的事 这下子黄霸听出来了 问题不在于重提太尉这件事 也不在于推荐了谁 而在于 他根本没有推荐的资格 他越权用事 这下子问题严重了 黄霸吓得是灭如土色 马上拖起关帽 跪在地下 咕噔咕噔的磕头 皇上饶命皇上饶命 总是出了问题的跪地磕头 刘彬宇想想这黄霸 近年来的一些种种的差劲表现啊 真是怒气难平啊 但是他控制住了 一句话不说 大甩抛袖 一甩走了 哎呀 这黄霸郁闷的 死的心都有了 黄霸认为这次他可能逃不掉个孕了 刘彬宇想怎么处罚 他心里可没底 你别说回影穿磨练改造 有可能卷好扑个卷 直接被叫到监狱报到去 可是黄霸等一天 两天 三天 多日如年 就等着宫里边处罚他的消息 几天之后黄霸听说 刘彬宇消气了 不久呢 刘彬宇传话告诉他 行了 事情过来就算了吧 那么就别追究了 哎呀 黄霸只说心里这石头 咕噔一下就落地了 仿佛做了一场噩梦似的 到这 黄霸知道自己的事业 和美好的未来 这是到头了 他唯一能争取的 就是再坚持几年 安全退休 在退休之前呢 少说话 爱护环境 不乱抓鸟 退位让闲 爱那就真是阿弥陀佛了 黄霸到头了 可张厂还在台上唱着呢 黄霸被刘彬宇数了以后 台下有观众说了 说不能再让张厂在台上乱挑了 以前他把黄霸轰的 里外不是人的 今天我们要轰他一下吧 在张厂看来 那些想轰他的人 正是一些落井下石的人 他之所以被轰 是因为一好朋友出事 那可不是一般的好朋友 也不是一般的人 那是一个牛人 也是一个猛人 这个人是谁呢 他就是名震天下的杨运 一个牛人的背后啊 往往总是有着一个牛人的背影 这个背景 杨运的父亲呢 就是杨长 是胆小怕事 但是毕竟呢 人家也混到了丞相 又叫汉朝第一胆小丞相 杨运的外公名号更像 一想就是两千多年 杨运的外公谁啊 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大使 杨厂这辈子呀 能够善始善终 全赖他的乌龟哲学主义 关键时刻 该缩头就缩头 该神头就神头 没想到这个优秀的品质 没遗传给杨运 杨运一扫杨厂 软弱无力之气 反而洋溢出 外公司马迁的那种杨刚之气 杨运之所以能混出名号来 得益于两个条件 一个是他很有背景 第二是他很有才 杨厂死了以后啊 杨运没轮上那个爵位 他的哥哥杨忠 继承了这爵位 凭着哥哥的关系 杨运当上了狼官 霍光儿子霍鱼家族 要造反的时候 杨运耳朵特灵 第一个知道情况了 跑去告密去了 于是忽难刘宾仪 把霍鱼全家整死以后 评功论赏 杨运被封猴了 同时欠为中狼将 一个有钱有势有才 还特爱告密的人 你说他活着为了什么呢 杨运来告诉你啊 他不为利 只为一世清明 与心中的莫名其妙的冲动 杨运呢 轻财仗义 那是出了名的 杨厂死了以后 他分得五百万钱 可是他封猴以后 把这五百万 全给宗族兄弟花去了 接着后妈死了 没有儿子 数百万家产 也全留给杨运了 眼睛眨得不差 又全分着去了 只不过这次分给的对象 是后母的兄弟 再后来 他觉着还不过瘾 又把得来的一千余万 到处的施舍 杨运的人呢 对钱没什么概念 但是对做人和当官的标准 是相当的苛刻 对朋友 他指认一种人 就是英俊儒雅 才能出众的人 对待同事 则是发挥了 一直以来的特长 有料 我就一定要报 没料 我也得探 探出料了 我接着就报 反正就是要折腾到底 于是乎杨运就落下了两多 朋友很多 政敌也很多 甚至我们可以给他 起个外号的杨大嘴 甚至我们可以叫他 揭发检举 专业户 有那么句话 常在河边之斗 哪能不失邪 同样对杨大嘴 这爱爆料的人来说 常爆别人的料 也终有一天 自己也会被别人给爆掉 果不其然 不久他就被人给告了 爆他的两条料 第一 乱引王国之论 诽谤当事 破坏社会团结和谐气氛 这第一条 第二 到处乱说话 拿皇帝来开玩笑 打不敬 这是第二条 你看 这就本事大 你看 这回啊 杨运真是碰上死对头了 因为告他的人 那是大有来头的 这个人名唤戴长乐 时任太仆 自刘邦立国以来 能够当上太仆的 多数都是跟皇帝关系不赖的 当初夏侯英和刘邦就是一对铁杆哥们 人家戴长乐的呢 不过是刘并宜在民间跑江湖的时候 相交的一个知己 刘并宜发达以后 把他叫的长安 提起来当了太仆 就是交通部长吧 就管开车 戴长乐为什么要整洋运呢 还得从头说起 事情是这样的啊 戴长乐经常替刘并宜跑腿 跑了就跑了吧 还经常在外边炫耀 说哥哥我今天要上班办事去了啊 这个事嘛 本来应该是皇帝做 可是呢 哎 都由我来做 哎呀 辛苦啊 嘴上说辛苦 心里却跟喝了蜂蜜似的 那么甜之又甜 那时候戴长乐就值得过嘴饮 薄虚荣 没想到惹了祸了 有人把他说的话 原原本本告到刘并宜那 说这人说话 做事不知道天糟地后的啊 不把皇帝微信放在眼里 本来小事一件嘛 竟然被谁当料爆出去了 那属汉朝知道 谁爱干这种 讨人闲的爆料工作呀 戴长乐拍了拍脑袋 哦 爆我料的人肯定就是杨运 除了杨运 谁没事跑皇帝那去爆料去 对不对 于是戴长乐也派狗仔队出去搜集情报 终于凑够几条 把对方也拉上垫底了 戴长乐的料到底是不是杨运爆的呢 戴长乐死要不放 杨运也没说 他只对戴长乐爆料的内容坚持不说 说他没干过那种缺德的事 部署洽架 那为难的只有皇帝呢 既然杨运争辩 那就先去查他呗 于是皇帝就把案子扔给了廷尉 千呼万怀使出来 那廷尉就是一步步爬上来的于定国 于定国跟杨运打交道 也不是一年半载了 官场不是娱乐圈 娱乐圈爆料 报纸上电视上炒一把 网上再喷一嘴 然后不久再抛着个道歉声明说不了了 这就完事 但是像杨运这种爱报官场料的人 他报了 那管司法的廷尉 可不能睁着眼闭着眼 还得把他当回事 立案侦查判决 那可是累人的工作呀 所以于定国和杨运的工作呢 一个是报的不予乐乎 一个是盲的不予乐乎 一个报出了大名 一个也盲出了大名 在汉朝官场流传这么一句话 叫张世之为廷尉 天下无冤民 于定国为廷尉 民自已不冤 张世之是汉文帝时代的牛人 汉朝人能将于定国和张世之相提并论 可见于定国肯定有两把刷子 反正就是多起手的案子 只要是于定国给你判了 保你心服口服 不敢说冤 让这么一个民自已不冤的廷尉 去给你去治你洋运 你看你还敢说冤吗 然而不久 洋运心思敌敌的喊不冤啊 老子快冤死了 在这个汉朝啊 司法嘛 谈不上独立 但是呢 没有证据证明 司法部长就是挺为于定国 跟洋运的仇人戴长乐是有一腿的 所以于定国治洋运 应该不属于打击报复之类 而是公事公办 这个案件马上就要水落石出了 于定国给皇帝刘命乙上了一本奏书 汇报了基本情况 于定国是这么说的 说太仆戴长乐告洋运那两条罪啊 基本成立 证人已经找着了 没想到洋运不但不服 还扬言要杀掉证人 接着于定国还在结尾总结了两句 洋运是因为得到皇上的恩宠 才有今天的荣耀 他竟然不懂得爱情 狂妄无知 妖言获重 大念不道 请求皇上批人逮捕 刘命乙看着于定国这篇报告 那是久久不能说话的 为什么呀 刘命乙真的是很难做人哪 两个部级高官掐架 两人都很牛 一个是多年知己 一个是秉公办事爆料大王 你作为皇帝站在哪边都不合适吗 但是如果按罪就把杨运给杀了 东东就起杀气 这不是政治艺术的最高形式啊 政治艺术的最高形式是什么 不是你死我活横石遍野 而是你好我好和其共处 最后刘命乙决定 免拒杨运和戴长乐公职 将为庶人 这就叫什么 各打五十大板 掐杂的谁都不好过 谁都还有我日子过 这才是刘命乙风格的政治艺术最高形式 这个案件走到这个城去啊 我们总算看出个端倪来了 告代长乐壮的多数是杨运 杨运口不遮拦 不羁口德 犯大不惊 基本也属实 难以伤人知 杨运不应该喊冤 应该向老爹养场学习 暂时行缩头乌龟法 低调做人命着保身 但事实却告诉我们 杨运如果能学养场 那他就不是杨运了 真正的杨运是什么 司马迁的克隆版本 牢骚蛮腹 就必然发指 当然了心有怨气 发发牢骚 数碗心情 不是不可以 然而杨运到此都没明白道理 牢骚可以发 但不是任意牢骚 都能随意发的 杨运被免工职也没了爵位 但他不差钱 生活高枕无忧 不想当年司马迁被抓着后 连六十万钱都挫不出来 老姨是内心都不平静 杨运之所以不差钱 一是因为家底厚 二是因为他人脉还在 所以东边不亮 西边亮 他另起炉灶 做生意 发了不少财呢 对于杨运来说呀 钱算个什么玩意儿嘛 钱和命是一样长的 没啥意思 于是乎杨运到处的赚钱 又到处的花钱 花钱就图一个事儿 通宽 杨运是挺有钱 但是汉朝最有钱的 不是他是张安氏 当年张安氏 官高盖氏 富可敌国 可他老人家仍然很低调 舍不得乱花一个字 他那样做是为了什么 为了报名啊 那像今天杨运的 心里有点不高兴的 口袋几串钱 到处的乱走乱说乱花 危险着呢 有一个人呢 看杨运如此不按事故 心里就着急了 给他送了一封信 信的大致意思啊 就是说 杨运啊 这个做人呢 要低调 要低调低调再低调 最好装个可怜香 只要皇上看了 有怜悯之意 说明哪天 再给你提包回去 东山再起了 当然了 那时候人肯定不会写 东山再起这个词啊 东山再起这个词是 到近的时候才出现的啊 给杨运写信的人呢 名唤孙惠宗 是位安定郡太守 人家的确也是一番好意 哪知杨运看了 现在仰天长翘 接着就指的 傲气一气 大笔一挥 给对方啊 挥了一封更长的信 杨运写的这封信 很出名 诗书当中官员叫 报孙惠宗书 杨运这封书 完全是模仿 外公司马迁 那封著名的 报仁安书写的 当年仁安给司马迁 好意来信 劝司马迁能推闲尽事 那个时候司马迁 连自己都顾不上 那顾得了闲事 于是压着亲 一直没回 后来仁安因太子 遭反一案下雨 司马迁悲从中起 挥毫而就 写下了惊天地 气鬼神的 报仁安书 在报仁安书里边 司马迁大师 顶天立地 充满了 无限的战斗精神 他从替李林 辩护而被受攻刑 说起 猛批刘彻 汉武帝刘彻啊 寡安无情 泄尽心中的 不平之气 凡是经典文章啊 必有经典词句 在生死面前 司马迁在文中 振笔高呼 人故有一死 或忠于泰山 或轻于红毛 用之所趋一也 千年以后 毛主席用此话 高度赞扬了张思德同志 这话经毛主席的秘传 天下皆知 轰遍大江南北 不得不说一句 如果不是杨运 司马迁大学的史记 也不知道要拖到什么时候 才能让汉朝人一度为快 情况是这样的 司马迁死了以后 他这史记 以及书信 都被藏在女儿司马英家里 于是外孙杨运 有机会成为 史记等作品的第一阅读者 杨运每每读之 总要扼腕叹息 于是有一天呢 他向刘兵蚁上书 要求公开发行实际 很幸运的是 刘兵蚁呢 批准了 于是雪藏了二十多年的大作 终于重见天光了 从文风来看 杨运报孙惠宗书 继承了司马迁 报仁安书那种 慷慨激昂的战斗精神 但是呢 杨运还没来得及 把信寄出去 他出事了 杨运不知道啊 他到处的花钱 买醉 种酒 作乐 发现郁闷的时候 有一双眼睛 正在远处死盯着他 无数双眼睛正在死死的盯着他 那些邪门的眼睛 来自长安 当初杨运扬眉吐气的时候 手持大刀捅过多少人 报多少量 估计连杨运自己也记不清楚了吧 所谓你做的初一 我就能做的十五 这是有着光荣传统的 所以杨运的政敌 空间的团结 决定要在杨运落井之际 一起搬起石头 狠狠地往下砸 正确把这井门堵上 看来孙惠宗给杨运来那封信 不是空穴爱风啊 他肯定是嗅到了不祥之气 果然不久 杨运被告上去了 说他交涉无度 不知回过 这还不算什么 人家给他安了一场 天上出现日食了 这肯定是因为杨运这孙子 你说日食跟杨运有毛线关系 有点常识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可是古人就不一样 凡是天上出现了事了 总是跟地上的某人某事扯一块去 于是不幸的杨运就被扯进去